由花莲县多元运动推广协会主办的110年度渡马石碑原住民慢速累球锦标赛 4号5号两天展开 而在花莲县卓西乡多功能运动园区举办的这场活动内容 还有小熊市集的开幕仪式 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全民的运动 提升运动风气也营造一个友善的运动环境 由花莲县多元运动推广协会主办的110年度渡马斯碑原住民慢速累球锦标赛 12月4到5号两天展开赛程 上午在卓西乡多功能运动园区举行 110年度的渡马斯原住民慢速累球锦标赛 即原住民小熊市集的开幕仪式 我们那个打球后那个水准还是要有 尽量不要造成这种的混乱 由协会理事长古兆贤主持开幕式 开幕致辞当中表示 这次举办比赛在因应政府提倡全民健康活动 带动南区提倡地方的运动风气 响应全民运动 希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累球风气带起来 从我们这个古兆贤这样的一个理事长 任这个理事长 那我们主席家代表会都来了 还有我们的两个议员你看都来 还有我们村长还有县政府县长也派人来 所以今天你的面子很大 希望大家都玩得很高兴好不好 这次相公所也相当认同协会理念 非常的支持 参赛队伍主要来自花东两地 总共有九个球队来参与盛事 各位选手是以球会友发挥运动家的精神 也希望借由都马斯杯原住民慢速累球锦标赛的举办 鼓励全民运动 提升运动风气 营造友善的运动环境 接着高双双出国西乡采访报道